今天我给大家讲的是Python基本数据类型的原主和集合的知识 首先我们看一下原主 原主的特点是第一个它是有序的集合 第二个通过偏移量来取数据 第三个它属于不可编对象 不能在原地修改内容 没有修改排序等操作 下面来看一下 首先我定一个原主对象 然后因为它是有序的集合 所以说原数都是按照顺序来进行存储 第二个它可以通过偏移量来取数据 这是切片 假设我是取第一个数据的话 然后我们再切片一下 第三个它是属于不可编的对象 不能在原地修改内容 没有排序和修改等操作 下面我们推通过前面所学的Python的 类型方法DR来看一下 再看一下 它支持的方法还是比较少的 基本上第一个是Cone的方法 还个是Index的方法 所以我们如果需要修改原主里面的内容的话 可以这样 首先把它转换成列表类型 然后修改里面的值 再用Tuper这个方法 把它转换成原主 下面我们看一下 假设我需要修改 原主 第一个元素把1换成5 首先我用List的方法 把原主转换成列表 然后复制给变量B 然后我把第一个元素的1变成5 然后它现在类型 看一下B的类型 是一个List 我再用Tuper 它其实是生成一个新的原主对象 然后我们输出一下 编乱A 也就是新生成的原主对象 它的内容表面上已经被修改了 其实它是生成一个新的对象 下面我讲第二点 那就是为什么 有列表还要有原主 我觉得任何事情存在 就是它的道理 原主不可变得好处 它可以保证数据的安全 比如我们需要 从一个数据到不熟悉的方法 或者数据接口 我们要确保 这个方法或者是接口 不会改变我们的数据 从而导致我们的程序 莫名其妙地出问题 下面我通过一个例子给大家说明一下 首先我定一个列表 然后我定一个第三方的函数 或者是一个API 这是我们假设的一个东西 然后传入一个列表 这里跟大家说一下 这个A这个参数的话 它相当于一个传入参数 它其实是列表的一个引用 我们可以通过ID 可以看一下 这个可能后面会讲到 这里我们调用一下这个函数 这个是传入前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结果都是一样的 说明它传入的 是一个列表的一个引用 现在我把列表里面的第一个元素 一换成哈哈 然后大家再看一下 我这里返回一下 我这里返回一下 然后它结果已经被改变了 说明这两个都是引用 同一个列表对象 它在函数里面改变了 这个列表的值 所以说我们现在输出 调用这个函数的变量 它也进行改变 然后我们为了让它能够 不改变我们的元素的话 我们可以把它定义成一个圆主 我再输出一下 它会报错 因为圆主是不可改变的一个对象 它不能在原地的修改 里面的元素 这个方法 可能不是太友好 我下面介绍了另一个方法 就是我们可以生成一个 列表的 拷贝 然后 我在里面 进行一些操作 但是我现在再返回一下 我再返回原来传录的那个参数 大家可以看一下 改成一个列表 改成一个列表 结果它的值还是没改变 因为这个拷贝的话 它会生成一个新的列表对象 这里也就是在新的一个列表对象里面进行操作 然后 我再返回的是一个原来的列表对象 但它们只是没有被改变的 下面我们讲一下集合 集合的话 它是没有顺序的概念 它不像 自负创和切片的话 它是有顺序的 所以说 它不能用切片和索引来进行操作 下面我们开始讲 下面的 第一点 也就是创建集合 集合的话 它分为 可变的和不可变的 也就是set和fuelismset 下面我们看一下 首先 我用set的方法 创建一个集合 set的方法的话 它这个接收的参数是可迭代的对象 比如像 列表 字典 然后字符串 这些都是可迭代的对象 而像数值 它是不可迭代的对象 下面 我给大家说一下 就是 怎么区别 哪些对象是可迭代的对象 比如说 我先建了一个列表对象 然后我们通过 Python的一个类型方法 DIR 看一下 它有一个 两个下滑线的一个 ITER 然后 再来两个下滑线 这个是 对象的 类似方法 它表明 它其实是返回一个可迭代的一个对象 然后 我们再看一下 圆主 看它是不是可迭代的对象 它也包含这个类似的一个方法 我们再看一下数字 我们再看一下数字 然后大家看一下 数字里面 它就没有这个 嗯 列子方法 嗯 下面我们继续 看第一个 嗯 我先创建一个可变的集合对象 也就是用set的方法 然后我里面传入一个 支付串 这样的话 我就是 新建了一个 嗯 可变的 集合对象 下面我们讲 嗯 第二点 也就是 集合的添加操作 嗯 主要是分为两个 一个是 add的方法 一个是update的方法 下面 首先我们先看一下 add的方法 假设 我在 嗯 集合对象 B里面 添加一个元素 大家看一下 我输出这个 集合对象 B 它是 嗯 把 我里面这个 传入的 这个 元素 作为一个 整体 插入到 嗯 集合对象里面 而下面那个 update 方法的话 我再输出一下 集合对象B 你看一下 它是把 嗯 它是把 这个插入的 嗯 对象的 每一个值 也就是每一个元素 都当做 嗯 列表里面的某个元素 进行插入 像这个python的话 大家看一下 嗯 它分割成了 嗯 它分割成了 python 然后进行插入 而这个 add方法的话 它只是 把它作为一个整体 进行插入 这个就是它们的区别 下面讲 嗯 集合的删除操作 嗯 它主要是用那个 lmode的方法 下面我们看一下 嗯 我需要删除 python的话 它里面跟着这个 参数就是 嗯 要删除的 嗯 集合里面的 元素 然后我再输出一下 这个集合B 这个python 这个元素 就被删除了 我再删除一下 另一个元素 比如元素A 我删除了 嗯 我们下面再做一个实验 假设删除一个 不存在的一个元素 看会有什么效果 嗯 它会直接出现一个异常 嗯 说明 嗯 它会进行 判断 然后再进行删除 下面我讲一下 成员关系 In和NotIn 像元素和 列表的话 它也有这个 成员操作 嗯 我们首先 我们看一下 这个集合的 这个成员操作 假设我判断一下 这个 嗯 C这个 元素 是不是在 集合 B B 里面 它是返回 是个 Q 我再 看一下 这个 Python 这个 元素 它返回 是个 False 然后 NodeIn 的话 它刚好相反 还是刚才 这个 Python 看是不是 在 看是不是 集合 里 它返回 是个 Q 下面我们看一下 第六小点 集合的交集 并集 差集 嗯 在我们 原来读书的时候 学数学的时候 就学到了 集合的 这几个属性 嗯 这在程序里面 也一样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首先我定义两个集合 然后 我先取 两个集合的 交集 也就是 一个 add 它 输出的内容是 两个集合 公共的部分 它们相同内容 就是 C B 和D 大家可以注意看一下 第二个的话 我是取 两个集合的 并集 它是用一个 竖杆号 嗯 它返回内容是 两个集合 的 嗯 所有部分 减去 嗯 它们的 公共部分 里面重复的内容 比如说 像这个C的话 本来应该是出现两次 但是它是相同的话 它就出现了一次 像插几的话 就是 假设 A-B 那就是 嗯 在集合A里面 出现 而不在集合B里面出现的元素 像A的话 它是在集合A里面 出现 但是 没有在集合B里面出现 下面我 下面我 我讲 集合的一个去从 很近呢 我们会用的一个需求 就是 嗯 列表内容 一个元素重复问题 这个其实可以用 集合 这个去从的这个功能 来解决 比如说 我新建了一个列表对象 然后 我把 1 和 3 追加到列表的末端 现在输出一下列表内容 这样的话 嗯 在列表里面 嗯 1和3的话 它是重复了 重复了一次 然后 我们需要能够取得 唯一的一个 列表内容 就是 列表里面的元素 是唯一的话 那可以通过 先转化成 集合对象 大家可以看一下 嗯 它已经 删除了一个 嗯 重复的 1和3 下面我们再用 list 这样的话 就是 把 嗯 列表里面的 重复元素 给删除了 嗯 刚才讲了一个 可变集合 也就是 sad 嗯 下面我讲一个 不可变的 集合 也就是 forsen set 大家可以看一下 首先我建立一个 forsen set 对象 然后 先输出一下内容 然后 我想 我想添加一个元素进去 它会 puzzle 异常 说 这个forsen set 的对象 没有这个 属性 然后 我再 删除 我删除 我删除里面一个元素 比如说 我删除 a 它也会 划除异常 说明这个 forsen set 它生成的是一个 不可变的 集合 我们不能 对它进行 嗯 嗯 添加 或者是 删除的 操作 而且 嗯 forsen set 嗯 它是 不是一个 有顺序的 一个 嗯 对象 嗯